全港總共有42個臨時房屋區,其中14個已經超過10年。 九龍灣啟樂南屋區,1986年啟用,裏面好多小朋友一出生藉著在這裏。 對他們來說,臨屋區不只是一個臨時妻生的地方。 我們在未來三年,或者可以超越原先的目標。 因而可以在1997年的時候,為現時所有臨時房屋區居民提供安置單位。 長城市,長城市,長城市,長城市! 這三年! 因為如果我們不拿給他看 他不知道養老豬養得那麼大 覺得沒什麼 外面多漂亮 因為他根本沒有進過我們家 只是進過房屋處為他移設的示範單位 我們就要給他一些新東西看一下 是說了自己說要來 又不是我們請他過來 我覺得他來是好像坐車 然後下車 然後又上車 還有我覺得房屋處浪費很多錢 他來那陣子做得很漂亮 都是為了鬼一殺 他來一陣子 然後就走了 走了之後 打回院 他在那裡 他在那裡 他知道了 他現在是時候 看來自家 這個就是做功課、吃飯 現在你看到他們兩個在做功課嗎? 這個電視機是我們吃完飯在看的 還有,這裡很小,兩個人手碰手就已經圍到了 你看看他們 這個茶館是我們晚上在這裡嗅尿的 這個廚房就是我們洗澡,我媽媽煮飯的地方 這裡很小,一個小女孩就碰到他們,你看這個小女孩 這裡就是我們睡覺的地方 看到他們兩個睡覺嗎? 還有,我們這個房間全部都是用木做的 上高就是我們用來裝衣服的地方 這件,這件下服就是我妹妹的了 是我的 我妹妹的 我妹妹的 不是她的 然後呢,這裡就是我們想學的中道 又可以生的 又可以開的 這個冷氣機就是我們夏天用的 因為我們夏天這裡很熱的 現在想住樓,住得久在這裡 為什麼呢? 我為什麼想住樓 我覺得這裡不好 換新意志 對呀,換一下新意志 這裡是用木做的 不過好過那些木屋區 好像露天一樣 怎麼露天 對呀 人家那些是大 我們這些是 這麼矮 不過有些好處就是 整層樓我們 這個是我的朋友 蘇健平 你自己戒掉自己了 我現在讀中一 十二歲 叫做蘇健平 是男生 你住在哪裡? 31到19號 這裡 這裡大 不算大 不過都挺整齊 哪裡是你自己擺東西 你回來的 這裡 這個櫃就是擺我的東西 你擺些什麼? 擺玩的東西 擺些書寶 就擺一下這樣 你告訴我 你的地方是怎樣的 你的地方 我的地方 如果擺我自己 如果擺我自己 平時穿的衣服 就擺在這裡 就擺在這裡 我睡著就睡在這裡 這裏我媽媽睡的 這裏我姐姐 那裏我爸爸 那裏我爸爸 覺得這個地方住得舒服嗎 挺舒服的 因為他來自己 平時玩我都會在這裡 這個長方年 就是我自己 就是玩的地方 但晚上是否俗意 晚上不是的 我8分 我覺得如果 計算的空間是不夠 不過我從來都沒有計算過 對你來說 小時候就不重要 你現在開始 十二三歲 開始還要留 為甚麼 因為你這段時間 你有很多自己的東西 你不想讓人知道 譬如你給佛冊 你沒理由想讓媽媽知道 當然你偷偷地做 在家上來樓上做 我姐姐就會知道 下去做還要死 爸爸看著 媽媽看著 所以有時候 根本是不可能做到 這些事情 那怎樣做佛冊的法 就走在這裏 拿著這個 放在這裏 拿著 然後推過來 你推 你這樣拉 以前沒有那麼多東西 然後拉到 以前沒有麵皮 又沒有那麼重 然後拉著 拉著 拉著 承緊了這門 他們就推不住 寫完 然後就進去 然後就進去 爸爸 看到了 這個家 覺得怎樣 我覺得 都挺不滿意的 因為 畢竟都是自己的家 如果我覺得這樣 你在外面滿了 電視網 我覺得跟老屋 一樣的分別 只不過我們 有了一些木板 還有有三道門 才好些 如果不然我覺得 在臨屋差不多 有沒有試過 因為住在臨屋區 連被同學笑 罵你 他說 安置區 安置區 很慘 很慘 總之不知他說什麼 說完之後 然後我很懶得 就走過去打他 然後見家長 覺得他們不對 其實 我覺得他們 不用這樣 如果 如果 我跟普通 沒有分別 就是那個住樓 只不過 現在 環境差一點 那這裡會不會有時候 寧願出街 有的 所以整天都出街 我已經 當外面是自己的家 因為 家裡這麼快 出去玩 都玩慣了 就玩到 好像自己的家 就是那個地方 小偉仔 你出不出口 不出口 住在住樓那些 可不可以同嗎 住樓那些 你關上門 後面就是自己的家 出口就是公眾地方 這裡呢 這裡不算的 你出口 其實這裡 我們都當是自己的家 為了 現在呢 就示範 去住樓 你不要睡 慢慢 你 如果呢 上面這個大水桶呢 經常漏水 每次走進去呢 都會被水滴到的 這個就是廁所了 這個廁所 很髒的 這個廁所 還有呢 很臭的 這門呢 有時候爛的 有些門 廁所很臭的嘛 這個廁所就好了 很香水 好啦 那些人不喜歡廁所 就搞到廁所臭了 還有他有寫叫人家 去住樓 有寫叫人家 去住樓 有寫叫我們去住樓 好像 發呆那些 住到這麼近的廁所呢 有時候晚上 廁所那些 都不會飄去她家的 好著啊 還有 睡 睡都睡不著 好像 上面那樣呢 有人 知道 睡不著 睡